歡迎收看全體注意 我是震雷今天非常開心呢 我們在八點鐘直播的節目上面呢 要跟大家聊籃球啦 台灣籃壇今年的夏天非常熱鬧 風風雨雨啊 有太多太多的話題 今天當然非常開心 邀請到三位來賓來加入我 我們首先來為大家一一介紹 最專業的球名 籃球公道博小胡 胡敬晴 大家好 今天我不是主角 等一下會有主角他剛下飛機 再來就介紹就是我們旁邊的 清新主播神童主播 哈囉 嗨大家好 跟我一起來置板凳聽故事囉 另外我們今天壓軸的 就是小胡你剛剛說的 剛下飛機 對剛下飛機 燙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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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燙的燙的 No.7 新北國王No.7 欸字幕影太早上了 零零零立人 你怎麼知道我剛下飛機 剛趕快 我今天穿這件衣服 其實是要來準備脫掉的 準備脫掉是不是 這麼快就要脫了嗎 因為今天有人來啊 然後我今天要去那個你知道嗎 我今天要去做重量的時候 因為我們是那個 現在都是那個全電子 對 就是掃臉 對 我進不去 我知道 我知道 你不是說機器人妹還微笑 然後就 對對對 最後給他一支鐘子後面他幫我開 對對對 對對對 國際手勢 你你要脫掉嗎 我還是要脫來 你要脫是不是 因為這種 這個喔 他今天來 還沒跟我講說禮物送什麼 喔 對 他說當面先跟你 對對對 因為他今天練就遲到啦 哈哈 哎呦 哎呦 學長這個 這件就給你喔 好不好 我放這邊 我放這邊 欸 不錯 好貼心耶 看得到 Number 7 Kings 因為這個當然就是今年夏天 這目前為止 算是台南非常重要的一個消息 所以今天要跟 小胡 小莉 還有雅芳我們三個人來好好仔細的大家聊一聊 好不好 因為在第二趴的 暫停一下 你們怎麼那麼專業都能手一本指 哈哈 你沒有拿到 你本人就是重點了 你不用指啊 你不用指 好啦一樣啦 我們的全體注意是開放的空間 讓大家可以來聊 好 所以你看已經有快100人了 歷史文物 歷史文物 緬懷7號 直接進服務館了 直接進服務館了 直接進服務館 我們在浮誇了 我還在 你還在 你還在 那你有想要那個嗎 換哪 換幾號嗎 喔 這個 應該是要很後面聊嗎 你把它拿嗎 好 那等一下 我們就等一下再聊 我還沒想到 還沒想到 讓你慢慢想 好啦我們今天這個發燒的話題 要聊些什麼呢 當然就要包括聊到 就是 Linsanity Geremy Lin 林書豪 加盟的新北國王 這是他在自己的這個 Instagram上面 Facebook上面 官宣的 那當然 國王也證實了這個消息 所以在新賽季 他就會代表 新北國王來打比賽 那再來呢 還有籃壇真的有太多太多的事情了 所以我們再等一下 也會來聊 那另外大家 欸 上個禮拜應該飽受好評的 鄉民報報 我們又要來聊 到底鄉民想要聊哪些話題 這是我們在節目上面 新單元 而且是最火紅的 也請大家呢 可以持續的鎖定 那再來呢 我們就要聊一些比較專業的部分 就是要從日本來世界盃 確定他們拿到了奧運的門票之後 我們怎麼來看台灣 應該怎麼樣來學習 怎麼樣才有機會 真的讓台灣的籃球呢 可以走進這國際級的舞台 這是在今天我們所要聊的內容 那我們馬上 不多說了 現在把時間交給小莉 讓你直接聊20分鐘 是這樣子 今天的練球心得 今天的練球心得 欸 對齁 小夫厲害 果然還是 第一手消息 Youtuber出身就是厲害 他直接先丟一個問題 他本來是想要在節目上聊的 結果在今天 沒有 我們今天要先把他挖光 對不對 我們就獨家 因為畢竟 不管怎麼樣 我都是第一手 對啊 也是啊 反正我人在哪裡 我就是聊第一手 我就是聊 最接近 最接近定性 沒錯 今天其實 他今天來的時候 因為他遲到了 嗯 是真的遲到 那個七號 那個七號選人遲到 你自己看一下 翻過來 我好像不是七號 他遲到 他今天遲到 是因為搬機的關係嗎 好像不盡然啊 不盡然 對 他只有兩週 可能因為他簽約欠的 比較倉促 嗯 他有看清楚嗎 有看清楚嗎 所以他可能還沒加到群組裡面 他還不太知道說 對 還不太知道說 他知道他簽哪一次球 沒弄錯吧 有寫日期喔 應該不是龍獅吧 他應該沒有在龍獅的群組裡面 但是就是說 但是就是說 他今天因為比較晚到 我們體能都跑完了 喔 我們跑完了之後 然後我想說 我要發揮一些 那些領頭羊那種 就是你知道那種 Leader的那種角色 歡迎他嗎 想說我去 沒有我想說我今天去做個重量 喔 大家體能完了 然後是可能要投籃的 或是要收抄 就在旁邊自己做自己的事 我想說我今天發揮一下 想說第一天開訓 認真一下 去重量是 對 壓一下 壓一下 壓完了 結果我想說 好時間到了 那做了差不多70分鐘 我想說 很痠 有壯吧 你在沒事的吧 你充血到現在 在 然後我想說 我就要走了 剛好Ryan也走了 Ryan就說 他過幾天想要跟我聊一天 然後說 再約一時間 我說好OK 毛毛又走過來了 一面而來 然後 碰到面的時候 他就說 你有看到 蘇豪了嗎 然後我說 沒有啊 他在哪裡 然後他今天會來啊 我都不知道 然後他說 你去跟他聊一下禮物 要什麼 順便去跟他打個招呼 打個招呼 然後我說OKOKOK 應該他來找我吧 哈哈哈哈哈哈 七號是我 沒有他後面他後面 他自己就是一到了 他也是很積極啊 開始 跟那個蘇薇兩個 然後再找我們球隊訓練師 然後他就很認真的 在做一些 他目前要做的一些 訓練 然後他自己的菜單 一些課表 然後拉蘇薇一起 拖蘇薇下水 合理啊 直接拉 我這樣講是 合理啊 還不錯還不錯 然後今天就看到了一下 但 他沒有看到我 對 因為我在遠處觀望 你為什麼要在遠處走歸 對 有什麼靠近他 不是因為我 深信害羞 不是不是就是因為 沒講這也對啊 哈哈哈哈哈哈 白衣 沒有 就剛剛好 只是剛剛好 那個因為時間點錯開 然後因為我今天又 家練又超時了 對 然後家裡有一隻母豪 啊不 那個家裡有一隻 哈哈哈哈 對 講話小心點啊 人妻 人妻在家裡 他就想說趕快說 要買個東西回家 他說好 那我就趕快先走了 就趕快走 離開球場 所以還沒有打到照面 對還沒還沒 OK 他明天就知道 哈哈哈哈 明天下午 要舉辦加盟幾個會 對 要舉辦加盟幾個會 早上會先練 OK 那這應該都是大家 非常期待的事情 對不對 對對對 超期待 林志豪加盟新北國王 那他在自己的這個 Instagram上面呢 也是有PO了一張照片 那也被各大媒體呢 特別是台灣媒體呢 這邊轉發 然後宣告這個重磅的消息 確定呢是要回到台灣 來打台灣的職業籃球 這個會很敏感喔 他發這樣子 為什麼 我們去年賽季結束的時候 不是有那個聲音嗎 就是什麼那種 什麼聲音 就是那種氣氛啊 說什麼 欸球隊怎麼只有七個八個 這種 就是關宣的時候 總是只有少少 誰不在上面 什麼尊用 那這樣子關宣只有兩個人 對啊 對 很敏感 知道喔 今天球隊應該沒有什麼聲音 哈哈哈哈 你比較敏感啦 你最敏感 對對對 我們敏感都在這裡 哈哈哈哈 好啦那這個當然就是 剛剛看到林書豪的照片嘛 對 他就要跟老弟來聯手 這個Jeremy要跟Joseph兩個人 在新賽季 我們第一次會看到兄弟同隊 不是同場喔 同場上季看過的 同隊 來這個奮戰 那當然 新北國王呢 在今年可能也就會變成人氣 非常高的一支球隊 因為本來就已經有林立人了 現在又加入了林書豪 加分手 加分手 雙J啦 雙J 四季同框 雙J 雙J 四季同框 雙J 你為什麼是J 雙J啊 我以為你說你耶 沒有啦他們他們 對啦我也是啊 我也是J啊 所以有3J 我是利劍 你利劍 對 好 那我們在這個今天的一開始就要先聊了 就是說他們同隊奮戰 然後終於 其實他 我記得那時候還在NBA的時候 回到台灣其實 其實就已經有講過說他很想要跟弟弟 如果有機會的話 一起來打球 那終於在今年呢 算是美夢成真的 那又回推到了國王隊在上個賽季的交易 那個時候大家會覺得富邦好像賺到了 就是書尾跑去國王 然後這個國王隊這邊當然得到了書尾 那個時候大家會覺得說這筆交易是不是吃虧 但是現在看起來好像不盡然喔 小虎你怎麼看 你那時候有想到會這樣子會成型嗎 就大家一定會想他能不能拿到哥哥的門票 這很重要 那上個賽季其實有一點被打臉 就是他直接去高雄 對 而且他的講話是說 我不一定會想那麼快跟我弟弟同隊 對 所以我覺得他 這得出一個結論 都在裝啦 他是善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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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如果這筆交易現在看起來感覺一定是國王 獲勝 現在可以用血鑽嗎 血鑽喔 血鑽石 那個 今年的計票不便宜喔 到時候你們的看見記者會應該也會宣告一下 對啦 就是好像 漲價了 大概可能就是 這一次的那個 那個熱身賽 基隆的這個熱身賽結束之後 大概就會開始官宣一些票價 因為畢竟我現在有兩個身份嘛 喔 你另外一個身份是 算是行銷總監嗎 行銷團隊嗎 總監 不要講總監啦 不好意思啊 就是沒有 沒有那麼大 沒有那麼大 然後我們就是去辦公室偶爾做做 走一走 今天加油啊各位 對對對 去尋一下這樣子 好好賣票 最近如果說 那個業務有缺人的話 我可以幫忙 幫忙拉一下 對對對 但整體來講 這個對國王隊肯定是個大家分 因為這個 林舒豪來了 那不管是 票 這是直接的反應 贊助商 網路流量 討論的程度 絕對都有可能會竄到了第一名 所以這是新賽季新美國王 大家可以來期待的 就林舒豪的加盟 那明天 將會舉行加盟的記者會 那當然開接記者會 會有更多的這個詳情 那大家也可以關注小莉 他自己個人的這個音訊鬼上面 應該也會有一些消息啦 我們因為分享一下 你會去嗎 你會去嗎 還是你是主持人 像我目前沒接到通知 可我晚一點電話會來 電話會來 對啊 你主持滿適合的 你主持很適合耶 而且你應該會在 應該要有一個交接儀式 這樣比較尊重 對 我覺得要馬的交接儀式 他們怕我去雜場 忽然在記者會上面說 我不想讓足七號 我不要換 誰跟你講說我要換 那你在媒體訪問上面都講假的 那你在媒體訪問上面都講假的 就對了 他也是個三面的人 對 很多時候 就是有些東西 這個算私底下 私底下 私底下講就好 私底下講 我們私底下講就好 上次我就說這是私底下的 對不對 不小心爆出很多料 不小心爆出很多料 私底下 我們就喜歡你這樣子 好不好 但是就是 現在目前還沒有拿到禮物 所以我現在不敢看 還不知道 還在觀望 其實我覺得這應該也是一個話題 就是說他會送什麼禮物給小莉 對 那我相信 以舒豪的個性 他一定會把這個理直面子都會顧到 他是一定很面面俱到的 而且他很酷 他有一個點很酷 就是他 之前在那個龍獅的時候 他送給那個住民證 因為住民證之前是七號 他去的時候住民證必須要浪 然後他就跟他拍了一個 一個短影音 然後就說 因為去年是iPhone14 他說我跟你換七號 然後就拿出一支iPhone14給你說 我拿iPhone14跟你換 一倍 可以嗎 然後住民證就跟他演了一下 玩了一下 玩了一下哏 就說這個好像有點不夠 他就這樣拿立功來支 那給你iPhone28 蠻酷的蠻酷的 蠻酷的 所以你現在在期待iPhone15的 許願 沒有 現在是30喔 他兩支才給你 兩支 小力現在是開底線 開底線 至少要跟上這個 沒有 因為這個之前我們 其實有聊到蠻多次的 就是說NBA的老大哥 如果換對了 然後如果說要有一個球衣 號碼的交換 不是送勞力士就是送車子嗎 喔 突然這個 走出的規格對不對 就是NBA的老大哥聽說 他好像也是NBA的老大哥 但是你不是NBA的小老弟 I am you 可以啦可以 難怪我小時候有做過NBA的夢 但不管怎麼樣就是 我覺得這是一個話題對不對 對 然後號碼的選擇 然後 林書豪來到這支球隊 然後他會帶來什麼樣的化學效應 想先請問亞方好了 你就一個球迷的角度好了 因為你常訪問球長的球迷 對 那你會怎麼看這件事情 林書豪到新北國王 其實林書豪到新北國王 我覺得他不管到哪裡 球迷一定都還是很期待的 只是我覺得 新北國王的效益 感覺會沒有鋼鐵人來得 這麼這麼明顯 怎麼說 因為國王本身 就是人氣很高的球隊 我在講會不會得罪別人 不會不會 我只是說其實他們球迷本身 你是客觀的分析 我是他太遠手 你不是國王的嗎 你是在期待另外一種說法 我已經很婉轉了 去年有人說就是P聯盟 有三個靈性球員 是人氣球星 是 林志傑 林書豪 林志傑 林立仁 林立仁 是這樣子嗎 好啦 也可以啊 要不然 我是不好意思在期待 要不然 沒有 我是說我轉速啦 對 去年有聽到 那你說國王本身人氣就高 確實 對啦 也是 也算是啦 你還想要講什麼 你好好聊天好不好 我本來講 我現在想說算了 你講的都對 所以雅芳覺得你的效率不會像 效益不會像鋼鐵 就是因為他們本身人已經很多 所以你的感受不會那麼顯著 所以說他又忽然又變得更那個 對 你不會從三分之一的場館 突然變得滿 因為他們本身大概就 就已經七成以上 五成以上 所以做滿就都滿了 可是在鋼鐵人 可能是原本一成的人 然後突然哇 變爆滿這樣 我的意思是 是這樣 那個球迷成長的那個幅度 對 成長的幅度 因為他們本身就滿高 因為本身就已經人氣很高 沒錯 沒錯 我今年滿酷的 我今年因為硬體有升級 我覺得要不要建議 乾脆你們主場簽到小巨蛋好了 我覺得要耶 可以 可不可以喔 人數變大好了 我覺得會耶 不然新北市政府 再蓋一個小巨蛋 你確定還要再蓋嗎 對 小巨蛋就台北 對啊 因為他們是新北 新北市政府 但他們的那個硬體升級 我覺得滿有感的 對 對 喔 那很棒 就在那個 Sliberian賽的時候就已經 對 就已經啟用了 然後健身房啊 也是很客製化國王 然後熱身場地 我覺得 就整個已經不像 可能前兩年去 新莊體育館的那種感覺 更完整了 很完整 真的很完整 滿有feu的啦 那如果就戰力上面呢 小虎 你覺得 我覺得戰力就 因為現在有人說那個 這個 他們擺出來的先發 有點誇張 就是全英文溝通 對 在場上喔 全英語窮房 全英文 你們本人是International 教練講英文 場上五人也講英文 我們這邊母語隊 母語隊 母語隊 All speaking English 我那天跟那個 聯盟的英文主播Ryan聊 他說 他其實有點不太開心 為什麼 因為這樣子 他們在場上溝通的時候 他都不用翻譯了 因為他播英文台嘛 他們都直接講英文 大家聽了就這個 他就說我都不用翻譯了 他說英文觀眾應該聽不懂中文 來 我幫你翻成英文 現在就是講到實力面的話 我個人是期待說 因為開季快到了嘛 一定會各個球評也好 或是說像YT也好 會做預測 做預測 我在等可能哪一個人 會不預測國王冠軍 然後講出一個 理由跟原因 對 我在期待 因為我覺得 感覺好像 我直接宣布 沒有 我覺得就是差太多了啦 因為林舒豪上個賽季 他去鋼鐵人 帶來的影響力 太大了 有點讓大家瞠目結舌 而且不只是 數據上面 而是他可以把一個球隊 凝聚起來 像我自己很 care國王的點是 像慕倫斯 他是一個很好的球員 但是他的情緒起伏比較大 可是當他前面有一個 林舒豪 林舒豪的時候 我認為是可以去安撫他的情緒 甚至會幫他加分的 他沒有另外一個 就是會吵起來那種 這你要 我在等你講 我在等你講 通常是誰在吵 通常是誰在吵 是誰啊 好多人喔 我們沒事 就是直接溝通 開放的溝通 對 直接溝通 所以我們這是很沒事的 但其實因為我覺得 剛剛我也同意啦 同意剛剛小吳剛剛講的 就是說 因為你說去年的這個狀況 真是 零龍捲風 零龍已經不是零炫風了 零龍捲風這樣席捲台藍 對不對 那去年的狀況如果說 他可以複製到新美國王 那當然是 一定是加分嘛 基本上冠軍先拿過來嘛 我們先做戒指好不好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很OK 可是呢 我覺得因為去年他 我們自己 我們自己球員自己常講 就是 他比精明還要精啊 喔OK 精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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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精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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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 去年真的是 有些動作他比較 會是比較 得力 要去要犯規的時候 他可能會做得比較誇張的動作 而且他倒地的頻率很頻繁 對 收音響的頻率也很頻繁 所以後面以前在看他在CBA的時候 會覺得說 那CBA真的是 真的對他拳來腳來 手來腳來 沒錯 可能他 他倒地的次數這麼多 可能感覺好像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沒想到近距離 開始在做對抗的時候 發現不是 他很多東西是 他在用他的經驗和他的演技 去買裁判的那個 但我覺得今年 可能裁判會針對這個 這個點 因為去年第一年來嘛 所以裁判可能很多人 也都是林書豪的偶像 所以可能他在做一些動作的時候 裁判會 欸 專業裁判在這邊 你這樣裁判會 說一個高興 什麼叫做 我看到偶像 但我覺得這個還好 因為你看敏哥也是從第一季 幾乎精到第三季 沒有沒有 他去年沒有那麼精 去年沒有那麼精 沒有 因為去年有比較值 去年有一個更精的 對 所以 我覺得差異比較大會是在季後賽 但例行賽 我認為他的經驗還是會 買到蠻多犯規的 蠻多犯規的 但我們今年 因為像去年啦 從去年到今年這一季來講 其實我們今天有開會嘛 講說年度的 今年整季的年度的一些目標 其實我們去年就一樣嘛 就是我們是要例行賽第一 進到季後賽 享有所有的主場優勢 然後打冠軍賽 拿到冠軍 今年也是一模一樣 都是一樣的 所以 有他今年我相信 我們應該還是可以 穩坐立競賽第一 我相信 如果說沒有任何的狀況的話 應該不會有吧 有沒有 先敲 說是懂 就是說 如果說 今年的狀況 都是很平穩很平順的話 那立競賽第一應該 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但現在就是 剛剛也講了一個 牧人師的一個脾氣問題嘛 那 不知道 是不是真的 哥哥可以去跟他 溝通 對 可以跟他變成是一個很好 變成一個很好化學效應 但呢 我覺得沒那麼簡單 阿牧的情緒沒那麼簡單 這是你相處之後的感覺 對 因為其實 哥哥今天也是第一天來嘛 所以他 也勢必要去認識每一個人 你要花一段時間 所以一定要花一段時間 然後當然我們球隊的球風 他一定也很了解 每天聽弟弟在那邊講嘛 所以 哥哥跟弟弟的交流 一定是沒有問題 那可是 今天還有 其實還有講到嘛 就是 同位子的人其實也蠻多的 國手級的 也是蠻多的 沒錯 後場你們人真的很多 對 上場時間 怎麼分配 怎麼分配 這又是另外一回事 還有 所以其實 很多啦 很多事情是不是說 表面上面看到那麼光鮮亮 奇怪 明天我們要開啟幾個 我今天要把他講那麼嚴肅 可是我覺得小莉說得對耶 就是 我認為 當大家會覺得就是說 這個東西是 90分 再加上去 然後應該要變98分 甚至是100分的時候 我覺得事情就不是那麼簡單 沒有所有的事情是 全好或全壞 對 所以我覺得林素豪現在看起來 當然這個新北國王如虎添翼 真的就像小莉說的 應該 應該沒有人不會去預測 他是 新賽季的總冠軍 但是 我覺得這 化學效應 或者說怎麼去相處 包括莫倫斯 包括他跟其他養將 甚至他們兄弟同場 在場上的時候 他們會怎麼打 我覺得這個東西 要打了才知道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其實 不是很容易去預估的啦 但是 光看這個陣容 蘇豪蘇偉 加上如果 Manigal 對不對 還有在Mollens 然後Q 有成本土 還有 真的 這是伏筆嗎 對啊 你真的伏筆嗎 不是伏筆啊 應該算吧 你打到第四季 他突然不是本土 對啊 就有點奇怪啊 對啊 但我們照上一季的規則 照上一季的規則的話 就可以反而這樣 而且他們第四季 超恐怖 對 超級恐怖 對啊 蘇豪去年他的 得分跟助攻 我記得都是聯盟第一 而且跟第二名是 在平均值上面都差了 快三分或三個助攻 那是蠻誇張的 對 只能想說 小力剛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 或許在今年 是不是第一個裁判邵英 不會像去年 第二個就是 其他隊的球員 是不是大概會比較了解 您說要的打法 對 然後做一些調整 因為去年他是二月多才出賽 對啊 打到最後也不過就兩三個月的時間 還沒有適應嘛 但今年我們可以好好來做功課 針對新北國王的林舒豪 好 那還是要回到小力身上 嗨 號碼 號碼 你的背號 還是我們玩終極密碼 你先想一個 你想一個心理數字 讓我們猜一下 猜中可以得到這件球衣 可以這樣嗎 可以這樣嗎 看你要不要捐出來 捐出來 等一下你的想法是什麼 新背號可以透露嗎 可以啦 是可以啦 但其實我現在目前是有 我差不多兩個到三個在選 已經有一個大概這幾個在選 對對對 有兩個三個背號在選 你在明道的時候也是穿 也是穿七 七號 對對對 然後後來進職業的時候 也都是穿七嗎 沒有沒有 因為第一年進的時候 樸園那時候前面有一個林中慶 中慶學長他是穿七號 然後後面 中慶要轉隊的時候 七號空缺出來本來想說 那我今年就要去填七號 就小葛半路殺出 右背搶走 所以後來你選幾號 後面我是選七十二 七十二 對 對對對 所以那時候就是 小葛一選 選走之後 突然間心裡面就涼涼的 涼了差不多三年 然後我想要轉隊好了 你還涼了三年耶 對 這個是什麼 握心腸膽 涼涼的涼了三年 然後轉隊好了 七號 那現在因為有Luca當Citch 七七啊 七七也很紅啊 你們球隊有七七嗎 沒有沒有 球隊沒有七七 但是因為我怕七七 我穿了之後 我怕我之後會變成 哈孝遠哈哥 對 所以我想說 那七七我是先不要 因為真蠻多人勸我 就是七七 七七 然後當七七嘛 對啊 我是覺得說我的球風跟他不太像 哈哈哈哈哈哈 OKOK 就是想了一下 大家自己心目中 大概有兩到三個號碼 兩到三個號碼 什麼時候會跟我們講 還是明天 明天就會公佈 明天嗎 那我要看我有沒有去記者會 哈哈哈哈 我覺得應該是那個形象照的時候 對不對 你會穿球衣拍的時候 對對對 那時候是一個蠻好公佈的時機點 欸但好像去年沒有穿 沒有拍形象照 沒有拍形象照 但今年應該會啦 今年應該要 而且今年你的背號就是大家也會關注啊 就是你換到哪個號去啦 對對對 就是還是一樣交給那個球隊來官宣嘛 因為 嗯 不是說我在賣關子啦 我也很想講 哈哈哈哈哈哈 那就是這種事情 畢竟我自己還是有的 另外一個身份是 是球團這邊辦公室嘛 所以還是 還是留給球隊官宣 對對對 還是要注意一下球團這邊的 對對對 我現在講了 我現在目前講出來的號碼全部都假的 沒有沒有 我好奇他是當初真的有 親自打電話給你講這件事嗎 沒有沒有 他沒有聯絡方式 所以他要請毛毛 喔 對 轉述的對不對 對他請毛毛 因為那天剛好是9點半嘛 那天晚上是9點半要關宣 然後 毛差不多7點多 不到8點的時候就打給我 然後一打 開始先 先聊 聊很遠的東西 繞一圈 繞我大圈 那天電話講了要20幾分鐘 繞了一大圈 其實你只要講說 欸那個 等一下9點半要關宣 等一下葛哥要跟你要背號 你可不可以讓 喔可以嗎 好 掰掰 其實是這樣子不到1分鐘 然後 等一下 還是要先聊一下 還是要聊20分鐘 沒有比較直接嘛 我沒辦法 你就跟我講不掉 但是 欸他們聊了一下說 欸要不要一起去打高爾夫啊 脫太遠 對聊了聊一下 然後說欸 對啊那個 應該不是這件事 其實就是這件事情 然後沒有他後面就說 喔對啦 等一下葛哥9點半要關宣 對 然後是可能 因為他其實有 拜託我 欸你們內部人 都叫他葛哥 都不知道 我是叫他葛哥 那蘇瑋叫弟弟嗎 葛哥 弟弟 就舊吧 很想叫他弟弟 葛哥很奇怪 對啊很奇怪 他在面前叫弟弟 超怪的 對啊 弟弟 那你們球隊裡面好像 其實也不是那麼都知道 林蘇豪要來對不對 有聽說但不是那麼確定 應該是說從賽季結束 就開始 王董其實也都講過了嘛 對外公開都講過了 我們要爭取林蘇豪 對就是也都講了 然後 其實在休賽季結束 沒多久 就大概就知道說 我們會去 全力的去網羅 葛哥來球隊 那其實我們大家都知道這件事 可是 因為過程當中 因為說什麼 很多rumor出來嘛 說什麼 那個深圳啊 蒙古啊 蒙古啊 對不對 然後鋼鐵人 已經簽了 或什麼的 又殺出個中信 又一個台鑫什麼什麼金 什麼 台鑫戰神 台鑫戰神 然後就是大家 好多rumor在那邊傳來傳去 然後大家就開始覺得 到底有沒有 可是因為其實我跟他 目前的經濟公司 算是蠻熟的嘛 大名鼎鼎 現在他改聲明大照 聲明大照 現在改聲明大照經濟公司 就跟著生明大照經濟公司 還蠻熟的 所以就每次 無聊去 去這邊 去做個課 稍微採點風聲 就大概知道說 原來他可能台灣 跟 內地那邊 可能兩邊 在選 在選 然後就是 台灣的選擇 應該基本上 應該就是會 會講弱國王 如果選擇台灣的話 對對對 所以那時候其實就是 自己知道的 的狀況大概是這樣 但是不會去跟隊友分享 因為很怕這種東西 很怕一說就破 對 沒錯沒錯 這種很怕真的很大聲 大家做還是低調 那真的成真了 我們大概再慢慢聊 對 所以他真正 我知道 據我所知 他真正在 確定然後拿起那支筆 然後要簽他 要簽他的那個 要簽他的那個 你怎麼知道自己 那邊寫中文不行 他應該不太會寫中文 他簽名的時候 大概知道那個時間點 應該是在上週 多一點點 對 可能上上週 大概知道狀況是這樣 然後只是 告訴我們的時間 很緊迫 就是這幾天 我是當天 打電話來 我才知道嘛 才完全確認 你說繞了一大圈 你說完全確認嗎 完全確認其實是 是當天晚上 其實是看到林書好坡的 才確認 我是前一天 他可是其他 因為我的消息 比較靈通一點點 比球隊的上下一點點 畢竟是做制服組的 對對 靈通 就在那邊一點點 也沒有多少 他很多人其實都是看IG 哥哥發了 他自己發了 發了 他自己率先官宣 我還想說 因為我老婆看到 因為我老婆知道 我老婆就在旁邊 他就開始一直很 在那邊重新整理 刷 一直刷 刷了之後 他說奇怪 哥哥發了 他不是說哥哥 他說林書好 他也講哥哥 他也講哥哥 他說林書好發了 奇怪 你們球隊不是說 要馬九點半要變冠軍嗎 怎麼會是 林書好先發了 然後我說 NBA球員就是這樣 自行宣布 真的是 自行宣布 自行宣布 所以 而且他弟都不知道 他不是今天還PO了一個 他跟他弟的對話 就是書偉的對話 他說你都PO在那個 Instagram上面了 所以 It's official official 就是 確定官宣了 對對對 所以你看 所以真的就是很真的 滿那個的 滿難以預測的 弟弟一定知道 不要裝了 好啦 那那個 我們聊完林書好之後 還是要來聊一下 剛剛有人講說 善變的人其實還蠻多的 善變 哇 因為在這個禮 剛剛說上個禮拜 台新戰勝 剛剛我們Cue到的 台北台新戰勝 陳駿 是你陳駿的嗎 我主持了 我陳駿去陳駿 我不是老闆 我主持好不好 我主持呢 當然就有一個焦點 就是林秉勝 他是台新的成員 那現在是戰勝的議員 也有打跨聯盟 而且打得還非常好 非常好 所以這就更擴大 大家的討論 對不對 那 小虎怎麼看這件事情 好了 他好講喔 我講一個被罵 真的假的 我講他的很多 一直被罵 真的嗎 現在這個變成 非常敏感的一個話題 一定很敏感 對 很敏感 所以那就看小虎 你怎麼看這件事情 因為我是 我是以我自己的自身 的一個方向 我是有點心疼 心疼 我是心疼小力 因為我跟他比較熟 你知道嗎 就是因為在心疼 我大概知道 他講的那個 脈絡跟意思是什麼 對 但必須 網友不買單 網友不買單 因為說真的 現在很多事情 一出來就是 瞬間的正義 沒錯 你沒有辦法去顛覆那些 但我覺得 時間有時候會慢慢解答 可是我只能說這件事情 兩邊都有問題 才會吵這麼久 如果說是一面倒真的是 誰的問題的話 我覺得這件事情很快就過去了 對啊 那就是學習一個經驗 其實我覺得 秉勝 我們撇除這件事情來講 他一直是我 很喜歡的球員 球員 其實那件事情發生之後 也很多人去挖我直播 或者是挖我的影片 所以我有曾經 就是一直稱讚他 幫他講話 也不是 就還沒發生的時候 你就說他是一個好球員 對 因為我跟他算蠻同期的 所以在學生時期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 林秉勝的未來是可以 達到職業 甚至打到中華隊的 對對對 因為他那時候他哥的名氣 是比他大很多 對 但是他這樣一路走來 我覺得這件事情 對他造成的影響 如果說在這麼年輕 可以變成他去強悍心理的 那個養分的話 也不錯 像最近他的表現很好 其實大家嘴歸嘴啦 就是你表現如果一直都很穩定 然後真的打得很好 大家還是會對你有一點愛的 所以跨聯盟這個表現 你覺得他算是有扛住囉 我覺得跨聯盟這個 可能還不算數啦 對 還不是實戰嘛 不算真刀真槍啦 參考價值不高 對 但他的確是打得最好的嘛 畢竟沒有其他球員 連續兩場 都27分 對 他效率是很高的 然後又是能攻能守 他不是說子攻不守 沒錯 所以我覺得 Respect啦 加油 亞方在那個 Instagram的限動上面 其實也有稍微發表一下意見 來講一下 有被罵嗎 有被罵嗎 欸 我記得四個字啊 逮戲托捧嗎 沒有四個字 有夠難看 有夠難看 對 沒有因為我一直撇 我是抱持著 我會把球員的表現 跟這件事情分開 拆開來 然後破得不說的敏賽 他在瓊斯杯那時候 也打得我覺得非常驚人 全場這樣噓他 他也是照打 然後守得非常好 真的沒話講 那至於秉勝事件呢 我就是覺得 老實想 我心裡應該三邊 都各自有各自的問題 手腳可能都有一些 不乾淨的地方 我覺得 不然這件事情 不會拖這麼久嘛 然後後續呢 因為我們都會去跟 夏哈前陣子也開了一個 台星幫他開了一個 澄清的記者會 對 有點尷尬 也有去 那記者會 插得在哪裡嗎 插得在 沒有找磊哥主持嗎 那一場我去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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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場我來喔 我來喔 怎樣現在這樣 大家突然很想耶 喘我生意 所以未來如果也要開這種 記者會 歡迎你找我們再做四位 那妳覺得那個記者會呢 妳的感受是什麼 很多人攻擊他造稿念 造稿念等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我要先 我跟你講我平心而論 造稿念我完全可以理解 以一個籃球員 你面對這種合約的事情 你要講的 我繼續米儀 我隨時發揮 其實沒辦法 因為怕會落高 沒講到 但差的就是差在 為什麼最後不讓大家提問呢 對 他就說 因為他沒有稿子啊 不是 那你給一個公版說法 我覺得今天的後續處理 寧可是 好我給你問 但是你的回答可以很保守 對 你可以講得很籠統 你可以說 我們已經進入司法程序 對 你要讓大家問 你開了然後找大家來 然後這樣 麥這樣放 然後就說 他是沒有這樣放 不好意思 他就是後續就直接說 他沒有說 Mamba out Mamba out 大勝 out 大勝 out 對 好啦這趴我覺得其實 我們那個香名抱抱 應該可以再繼續聊 沒錯沒錯 因為那個 進入到香名抱抱這個階段 我們尺度就 比較大一點 可以嗎 可以了 就大一點的 小溫 小莉你們把直播那套就拿上來 好 到底在幹嘛 是怎麼會看什麼東西啊 還沒進去 還沒 還沒 這樣子露點 不行 這個不行 罵髒話露點不行 其他都可以 好 冷靜我們休息一下回來 好想看喔 好想看喔